基隆市长林又昌和智威集团董事长欧阳志宏 以及市政府官销处长等人一起乘坐戴尔塔飞艇 直上3000公尺高空视角俯瞰世界美景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带领市政府团队努力打拼下 不但让中一路基隆港周边以及基隆火车站脱胎换骨换南一新 更用心招商引资 由台湾的国际体感大厂智威集团 在基隆火车站设置全球首座的元宇宙实境体验馆正式启用 今天很重要的是非常感谢欧阳港市长 这个目光不矩 然后选择在基隆的落脚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很重要的一个招商的一个成就 那智威科技进驻到我们的旧火车站 其实代表了基隆从过去一个港口的城市 休闲观光娱乐的一个城市 到现在是跟科技 然后跟最新的虚拟的技术来做一个整合 以及包括呈现 刚刚影片里面在讲的元宇宙的一个概念 这个在全台湾是第一座 甚至是在国际上把它整合在一起 也是第一座 感受几乎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那甚至里面也建设一套飞行模拟器 可以让你驾驾F-16飞到台湾的山口去保家卫典 那这一切一切就是这个场馆我们实现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在一个就是说实际的体验上面 它可以扩展你更多虚拟的体验 这些虚拟体验可以是你可能是梦想 或者是可能这边没法达到的一个体验 和一个梦想的那个实现 所以说去参与在台湾的任务 那要做这些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要带很多科技进去做 所以这个场馆算不是我们最大的场馆 可是几乎是我们曾之为科技性并最高的场馆 我们大概把所有最厉害的科技都用在这里面 为了要实现这件事情 元宇宙实际体验馆中除了有戴俄塔飞艇之外 还有F-16战斗机实际模拟驾驶舱 让您体验当飞官翱翔天空保家卫国的感觉 以及变身为赛车手体验尽速飙车的奔驰快感 智威集团也表示预定明年体验馆也将设置 全台最大裸式3D弧形巨木 让可爱又慵懒来自多重宇宙的 褐色短毛猫穿越星球抵达基隆 相信将成为全台猫奴攻陷的最佳景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